嗨大家好,又见面了 这里是普拉迪机床制造栏目第二期 我是加贝 在这个栏目当中将由我带领普拉迪的研发工程师一起 向大家介绍普拉迪的各系列产品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 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高速轻型龙门系列当中的PHE系列 我们请到了研发工程师王公来向我们介绍一下这台设备 我们让王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王公 那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这台设备 目前我们看到这台设备是PHE5D-CNC6020 6020就是说它X轴形成是6米,Y轴形成是2米 这是一台我们出口海外的飞跃设备 主要用来加工超大型多面体材料 客户空间非常大 希望一次加装就能完成多个面的加工 所以这台机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飞跃设计 满足客户的需求是我们一直追求的 当比于标准机 这台机我们采用了5轴头 24000转的电阻轴 Z轴立柱也做了相应的加高 为满足客户的加工需求 我们配置了40T大刀库 还设计了外置5T的刀牌架 大容让刀库满足换刀需求 同时外置刀架可以满足特种刀的自动换取 比如说大洗刀,角度头等等 这台设备这么厉害啊 那王公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台设备的基本参数吧 我们床生以鱼顿部件均采运助件结构 保证了机场稳定性的同时 也满足了客户的快速切削要求 XY轴快移速度60米每分钟 切削近距15米每分钟 远高于传统轮门设备 加工效率大幅提高 我们X轴形成6米的轮门 整机长度只有9米左右 占地面积非常小 采用全包为机械结构 防止沸泻溅出机场 我们这台设备还配置了主轴中间出水 X轴增加光山尺 前门安全光幕 非接触式激光对刀仪 机床侧头 基本配置上完全纳门 目前我们PHE系列设备在汽车 航空航天 轨道交通等行业的行材 板材类产品的加工上 有很多应用案例 同时还是新能源汽车行业 电池托盘加工的首选设备 市面上绝大部分新能源汽车的 电池托盘都使用我们的设备 来进行加工 PHE5D是PHE龙门的五轴板 对多面体加工更容易 而这台特别飞镖的设备 在高精高效上也更具优势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如果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 抖音号和公众号 对我们进行关注 如果有购买需求的话 也可以联系我们当地的销售进行咨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